7月18日是美艷芳出道 34周年的纪念日 同时纪念铜像树立两周年的日子 这天晚上歌迷会方兴会的会员 都来到铜像前献花 7月18日 分手日子 也都是我们两年前 树立这个铜像 美艷芳铜像的日子 我还记得多的是 是很大风 差不多就打发很丰厚 同时纪念铜像树立 刚刚那一个小时就停了银 不过香港大陆会人多些 但是你装收银又会帮回来的 嗯 那这里就 完全都OK 虽然美姐已逝世将近13年 但一众歌迷也勿忘偶下 除了本地的歌迷外 有来自内地的歌迷 也在美艷芳同向前拍照留念 其实我们到现在来说的话 就不是说她的每一个日子 我们会伤感或者是会 会落泪什么的 但是真的是 因为有她在 所以我们觉得任何地方 只要有安逸她在 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精神支持我们 继续往前走 追寻自己的梦想 对 其实她就是一个精神偶像 我要说一句 因为她作为一个偶像来讲的话 虽然我们有接触到她 但是从各位前辈的口中都得知 其实她是一个 用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追星术语来讲的话 她是一个非常暖的偶像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偶像 真的是此生无憾